原本应该在冬天盛开的樱花 竟然在炎炎夏日的7月份开了花 这是在礁西无沙泽兰宫的地方 被发现有一颗樱花竟然出现这样奇怪的景象 让大家则则称奇 在泽兰宫的庙前广场 同样都是樱花 一颗长满绿叶 另一颗却还有红花点缀 这对应该在过年前后才会开花的樱花来说 实在很罕见 连快80岁的主委都觉得很新奇 可能是特别的征兆 有了我是特征兆的 我当年买了80岁 我从来没看过樱花 这个价格的开花也不知道 我正四张 四张 四张 现在开了 我连杜建花 也数长开了一半而已 对 对 我觉得很虚忌 一半就不然有了 我们这里这几个仗 杜冠花也会开 英花还会开 一般都过年过了 杜冠是都二月 我们这里是都差不多二月开 英花是新增的 不知道 一般英花都开 英花都差不多过年过 差不多二月 三月才有在开的 这边就说这是宜兰观的好意照 还是我们的廟也不知道 很虚忌啊 对啊 对啊 都没看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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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气候变化 引发数种本能反应 想要开花结果 而这种奇景也成为地方讨论话题 更吸引民众前往拍照留念 宜兰胸记者张立凜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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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